摇着小尾巴 迈着小短腿 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 还时不时的卖个萌 发个娇啊 这呆萌可爱的表情 也真是没谁了 人家拍过广告 上过电视 拍过大电影 影帝黄渤抱过他 娘娘孙丽亲过他 甚至自己还走过红毯呢 在动物演员界 这果汁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不过说起来 你可能绝对想不到啊 果汁虽然心路是顺利的 命运却颇为坎坷 故事还得从2011年的5月份 开始说起 这一天早晨呢 宠物训练师何军 去一个宠物店做培训 在店门口呢 何军看到一个纸盒子啊 他把这个纸盒子拿起来 就想扔到那垃圾桶里去 突然感觉这里边有东西在动 而且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只蜷缩着身体的小狗 这只小狗啊是又瘦又小 瑟瑟发抖 看起来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样子 这身上的毛都打结了 浑身看着也是脏兮兮的 何军把他带回家之后啊 给他洗了个澡 重新打扮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脏兮兮的小黑狗 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白狗 何军还给他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果真 那时候何军在做宠物培训 这果真呢 就和其他的小狗一块参加了培训 没想到这小果真啊 是一只超级聪明的小狗 记忆力特别好 学东西也很快 起力呀 走位呀 跳圈等动作是一教就会 在许多的狗狗当中 果真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2012年的8月份 聪明的果真迎来了 他的第一部电影处女作 毛线头 这部片子讲述了四个孩子 和一只流浪狗的故事 果真出色的演技 很快就得到了认可 电影上映之后啊 很多的电视节目商品广告 都找上门来了 邀请果真参加演出 就这样 果真从一个被抛弃的流浪狗 变身为娱乐圈的新秀 2014年 一个剧组面世宠物演员 果真是轻松立刻众多的候选者 被导演给选中了 大家知道 果真拍的是哪部电影吗 就是宁浩导演的类作 新花路放 据说啊 试镜的时候 果真在镜头前展现出的表情和眼神 瞬间就征服了要求完美的宁浩导演 在拍摄当中 果真呢 只要的合作对象是剧组的铁三角了 男主角黄渤 徐征 还有导演宁浩 聪明的果真很快就成为这个铁三角的开心果 原本有洁癖的黄膜啊 居然不建议果汁掉毛 这一有空啊 就把这小果汁抱起来 而宁浩导演在片场发飙的时候 只要瞅见那小果汁啊 就会瞬间变成少女生 来来来果汁果汁 过来过来过来 然后抱起果汁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一起看那个监视器 出演新花路放 让果汁真正的火了起来 著名演员邓超 也向果汁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果汁出演 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恶棍天使 在片中 果汁和邓超森丽 都有着大量的对手戏 每一场表演都十分精彩 短短几年过去了 小小的果汁 一跃成为了 中国狗演员的 No.1 天约不断 自带流量 实现了真正的草根逆系